公教退辅基金恐将于民国137年破产 届时将会有许多老师退休后领不到退休金 虽然教师们去年争取到拨补新基金提补缺口 不过近期总预算会议 公教却近拨补到原先金额的一半 于是教育工会等团体便在教师节的前夕 质疑政府带头诈骗公教人员 9月28日为教师节 就在教师节前夕 却让公教人员快乐不起来 公教退辅基金于民国137年将会面临破产 原先争取到公教退辅条例 能提早4年拨补缺口 近期政府报告显示 却只拨补原先金额的一半 立法委员李德威炮轰 去年才修法 今年蔡政府就不敢依法行政 这样如何让民众相信蔡总统 如果无法保障公教权益 请换人来做 若是刚刚才立的法 就严重的跳票 接下来谁可以相信 相关政府 以及蔡英文总统 甚至于是赖清德副总统的政治承诺 所以如同刚刚理事长所特别提到的 现在是要一块给五毛 而且没有依法行政 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真的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痛心 我们这个政府 我真的是觉得蛮厉害的 即使我们已经修法 已经都公布了 他还是可以自己 自己执政时候 所立的法 他还是一样不依法行政 你甚至是在掏空 台湾的教育的基础 掏空我们整个文官体制 台北教育产业工会等教团 忧心破产问题 退附基金诺位确实依法拨补100亿 经济教师恐领不到退休金 势必要保障公教人员权益 才能避免渐渐影响学生与老师 台北教育公会理事长中文斌强调 政府请不要带头违法 制定法令后应该依法行政 拖延只是延长破产时间 为了避免三度年改 请政府拿出担当 负起雇主责任 虽然我们经过了六年的努力 终于在去年年底 在公校的退伍基金 退伍条例的第98条 第二项第三项把它针列进去 应该做实质的拨补 我们很严重的发现 我们要一块它给五毛 等于是折半 那如果这样的话 把时间拨补的时间拉长的话 事实上我们在 一百零 一百三十六年 还是一样会造成破产 教师是学生们很重要的角色 特别教育公会呼吁政府 重新审视决策 让老师们免于恐惧 还给公交人员一份安心的工作保障 记者薛峰特别赛访报导 你们 mix点点 很好 优优独的作词 订阅